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今天发生了哪些事 万花筒剧团生动活活的演出将交通安全知识融入剧情当中 响应九月全国交通安全月 台北市交通局在合体国小举办交通安全教育推广活动 透过交通安全主题剧场以及互动体验关卡 让小朋友潜移默化吸收交通安全的观念 大概学习到公车死角那个 就是对我们帮助来讲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直接这样走过去 要不要看到公车 所以大概能知道公车死角在哪里能注意到 比较有生动的感觉 就不会这样子看书 然后基本是因为看书不一定能学到 就不一定能把东西进到脑中 但如果运用活动的话 可以体会到交通上的安全 好玩 那有学到什么东西 就是交通标志 还有交通要注意的事情 你以前有注意到这些东西吗 有 蛮有趣的 而且对我们生活很有帮助 之前有参与过类似的活动吗 没有 没有 所以很新鲜 对 学到平常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然后认识很多交通套志 很厉害的整理出了五字诀 叫做停 看 转 规 动 现在呢 我就要请这四位小队员 一起来执行这五字诀 首先呢 停 就是要停在人行道上后推几步呢 三步 好 那我们一起来数啊 从一开始 我们来看看他们有没有后推哦 一 二 三 太好了 然后后推有三大步 再来呢 就是看 看呢 就是要看你看我们的行人炮制 现在是不是绿灯 请问它是绿灯了吗 好 已经是绿灯了 再来就要进到我们的看啊 转 这样转动我们的头 我们就上前靠近多一点点 我们要转头 看一下左边 再看一下右边 然后再看左边 请问有车吗 没有 没有车的话 我们就可以往前行走 一边行走的一边保护的手 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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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一归 让国小大台的车队看见你们 活动中特别设计三道互动体验关卡 包括正确过马路 避开视野死角 以及认识交通标志 让小朋友借由体验学习正确穿越入口 避开危险区域以保护自身安全 我想这个国小开始懂得交通规则以后 他长大就不会违反交通规则 这是 外国大约都在国小的时候 就请交通警察来给国小的学生 上交通安全的课程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以前我们都想说交通的十字入口如湖口 就代表说十字入口它是特别危险的地方 因为它的车辆不是单方向的 它是四面八方楼 所以我们这个对于十字入口的宣传 是更为重要 我想刚刚的这些示范动作里面 我们都要充分的给小学生上课 说要如何注意各方面的安全 尤其是站在入口的时候 碰到大车子来的时候 因为它有视角的缺陷 所以更是要使他们注意这方面的安全规则 年长的部分就不用那么的那种话剧性的演出了 我想这个在台湾 尤其在台北我认为还好很多 因为在全国里面我们的交通事故算是最好的 我也希望说以小孩子为例 也希望大人去遵守交通规则 我想大人是知道是他舒服 或者是说他故意去换的这个交通规则 我想这个以后在整个大人整个社会上中下 不管任何阶层都应该去遵守交通规则 使我们的交通的秩序会更好 然后发生意外的事故会变减少 根据统计我们将事故发生在路口占六成以上 所以路段相对于路口 在路口还是我们相对我们去宣导跟执法的重点 针对路口的部分 那像我们这些宣导主题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停 还是要在因为路口的交织点多 所以要特别提醒用路人 包括车辆到了路口去减速 看看有没有行人要通过 那另外行人自己自我保护的意识也要提升 在路口的时候 因为蛮多状况 包括行人绿灯了 那刚才也有提醒到说 你要看一下左右 有没有确定有没有来车在通过 即使是绿灯 那因为这样绿灯 没有去注意到去穿越道路 也发生了事故 也潜在的因素 这些事故也不少 所以除了车辆部分 我们要特别提醒车辆来注意行人之外 那行人自己还是要有自己自我保护的意识 提升自己穿越路口的安全性 那在执法的部分 我们也是针对车辆不停让行人 还有行人这个违规穿越的部分 作为我们这个维护行人安全的重点执法项目 今年交通安全月主题为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厅 交通局除了加强学童交通安全教育推广 也呼吁市民朋友共同响应 并提醒驾驶人以及行人 留意路口安全小心通过 以确保自身及他人安全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停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导 车辆慢看停 太小声台片 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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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鲜艳衣装和舞者带领贵宾一起摇摆 网红把咪咪为白昼之夜介绍做开场 邀请民众届时一同到士林体验不断电的艺术之旅 今年白昼之夜10月1号在士林登场 有精彩的视觉及表演艺术作品 还有精细游走式艺术活动 穿梭在街头巷尾与民众互动 走过这20个人口 在欧洲还有全球城市 已经将近有50个城市共同响应参与 这样子类的艺术活动 那台北在2016年首次办了台座之夜 当时我们选定的地点就是在北门 还有大高城 台北西区的门户 那在2017年 我们选择了在公馆的台大 另外还有像一个客家准车公园 这样子一个城南区域 到2018年我们从原山花博公园走到中山的南西山圈 2019年我们走进了大使跟内湖这样的区域 到2020年我们引领民众带到南港的台北流行 台北流行中心还有音乐中心 那另外还有包括像那个平爱工厂这样子的周边的区域 到2021第五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当时也首度用线上跟线下这样子串联的一个活动做一个举办 那今年2020年我们选择在士林 因为这座大剧场它今年开幕 所以我们选择在士林 那当然整个台北职业 第二 百多职业他们整个活动主轴 他强调的就是第一个你要跨业举办 第二个你是免费参加盟 第三你是公民参加盟 这样一个三大的精神 每年都可以吸引将近有20万的民众来参与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艺术活动 那也提供给民众一个可以亲近艺术 跟这一座城市的这样子一个场域 那深受士林的一个喜爱 我想台北举办了五届以来 每一次的口碑都相当的不错 那今年选择在士林 当然士林我们很清楚知道说 这边不仅在教育或是消费 那还有生态的一个资源都相当的丰富 有传统的街市 也有崭新现代的这样一个公共建设 所以我们这次选择一个士林的话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各式各项艺术的一个作品 还有一些表演的活动 然后让士林这边可以藉由多元的活动 来回顾士林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这样一个整个历程 那当然也积极地鼓励我们民众 来了解士林这个地区 那种过去的一些发展 不同去年以线上模式举行 今年白昼之夜采线下加线上新玩法 驱使整合 结合四大展区感受士林接阔的主特吸引力 希望大家好像回到你的记忆当中 一转身就在士林的接阔当中 甚至不同的城市接阔当中看到自己的身影 把自己的记忆召喚出来 而在这样的画面当中 也让我们回想起疫情的一年 疫情的两年 我们也真实地走过了现场 然后现上的版本 于是我们在今年 特别又进化了一次 把白昼之夜现场 就是四大区 跟白昼之夜的线上 整合成一个大活动 这个活动呢 会把白昼之夜的想象呢 拉到更远 更超越国界的一个想法 把台湾的艺术家介绍出 所以是白昼夜现场呢 包括四大展区 然后介绍 那再来夜线上 除了像Chin有三大频道 把线下的场域的直播 跟夜梦影院 还有一系列的对谈 系列通通都放到这个网上 所以没有办法来的人 他也可以通过网上 无限的连结 一夜的体验 那么这一次的四大展区 我们一定要讲清楚啊 就是第一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作为腹地 接着走上文林路 走进士林夜市的场域 文林路 接着来到一个记忆场域 士林館顶 整个夜晚的本台 还有一个重要的第四区 是科学艺术园区 这科学艺术园区 有三个馆来共构而成 那么现在我就要带着大家 快快地走过这些画面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以一个Green Cross建造的这个建筑 我们从外看到了这个大的召唤 大的召唤这个市里的一个光头影染色的一个建筑雕塑 接着我们走进来进入这个回廊 进到这个内外可以通透的一个参观景象 我们在南极座看到这个呼吸的建筑雕塑 士林是NF的作品 接着我们会走到古迹骚的场域当中 跟大家一起走过这个庙城的一个乐台 那在这个Zabir Rahua 在这个目前大家所有的大厅就带来这个行为 古导当代艺术的一个展现 那我们也知道 北医中心顺着士林考这个样貌 把士林走过了一遍前期的研究 我们这次也邀请了一系列士林考的艺术创作者 那么在整个大道的街上呢 这一次史威英台北又再次要来到这里 这次要咬动更多百人甚至接近千人的一个古导现场 在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当中 我们也带来了不同的一个座坛 我现在说的这两大区块呢 通通会被整合在北医中心跟士林业势这个纹理路上 然而我们都知道 这个街坑呢 其实是助商统合的一个大街坑 所以他到了下半夜的时候 我们会慢慢的把整个洞移到三跟四区 也就是士林观点 士林观点太有趣了 他白天是一个非常勤勤勤勇人的一个环境 但他晚上我们就给他一个暗黑童话的一个主题 去谈平权议题 去谈一个扰动的新的一个场 而这一次的科学艺术园区 也就是这样子一个代表 我们在科学艺术园区当中三馆 一起够够的这个画面 包括天文馆 儿童乐园跟科教馆 尤其是儿童乐园 这三个馆 他们在晚上六点开始到十二点就开始 不收门票 应该是很好 不收门票 那在科学艺术园里面 就会有那个白昼FUN演唱 还有一个大家真的很喜欢 就是那个维勋胖卡的计划 会出现在那个场面当中 第二个就是天文馆 天文馆有宇宙剧场 有它的那个木星沉浸剧场 它还有那个观测室的导览 所以在这个晚上 会把这个大家拉到一个 不同的世界里面去观看 那个天文的一个环境的动能 那最重要的 我们来到的科教馆 它会直接到早上 科教馆里面有几个很漂亮的画面 一楼到七楼的常态展 包括性别科技创新展 多样性的生态展 悄悄打打的工作坊 大家都可以去预约 最重要是这一楼的大厅 有一个Divins 帮我们创造的科学大舞厅 把整个科教馆染成一个 全新的一个 年轻的动能的现场 白昼之夜 源自于霸国的城市夜间艺术节 以跨夜举办公众场域 自由参加为号召 以艺术唤醒民众的城市空间自主权 台北2016年加入响应行列 让参与民众沉浸在艺术 充满各个角落的氛围中 记者文静台北报导 老铁汉士林大姓 学生体验在防灾公园的取水站取水 内湖区公所结合公部门与民间各单位 选在内湖区的防灾公园大湖公园 举办防灾公园开设测试的教学观摩活动 现场布置了民众避难时 所需的各类帐篷区与物资展示 让参加的民众了解 一旦发生地震灾害 大湖公园可立即开设为避难收容场所 在台北市12个区都有一个避难防灾的避难公园 那我们内湖区是因为大湖公园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公园 那它可以容纳2000多人来这边避难 每一个区都有一个避难公园 所以我们挑的这边 我们这边因为有用水还有灌洗都方便 所以我们设置的避难公园就在我们的大湖公园 那其实我们防灾公园的开设演练 最主要的目的啊 是万一有地震来临的时候 有灾情发生 民众呢可以到这边来做避难 然后我们有 有动演了一些同仁 在这边设了一些收容组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做收容 那我们还有一些 相关的一些 包括如果有家庭式的 个人式的 万一你的家里面地震来的时候 有受到一些损害 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去做一个 舒散的一个安置的话 可以到这边来 这是我们今天开设 防灾避难演练的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万一灾情很大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会开设 好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让大家知道 请问如果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就直接带着我的行李 直接跑到大湖公园 不行 因为当你自己来的时候 这边可能这些帐篷都还没有搭起来 那我们整个防灾运作怎么做呢 基本上大家都先在自己的里上 比较空旷的地方先避难 避难完之后里长就会开始查 原来我们大湖里 秀湖里 这边有多少人需要收容 就会跟我们的内湖区公所回报 内湖区的指挥官就是我们的区长 他就会决定说 哇 这个人数这么多 决定要开设防灾公园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由公园处 公园处这边 来这边开始搭设 很多的这些帐篷 大家眼前所看到这些帐篷 等到搭好之后 才会通知 各位领导说 我们这边准备好了 可以过来 所以如果今天遇到大灾害的时候 大家直接过来 这边是没有开设 是要等到指挥官决定开设 才会有这些帐篷出现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第一个 我们内湖区唯一的一个防灾公园 就是我们的大湖防灾公园 参加的内湖区各里里长 民意代表与各单位 也肯定内湖区公所举办观摩活动 提升民众的防灾知识与观念 那我觉得这个每年这样的一个演练 我觉得很好 我们内湖区39个里长 大家都来了 那最主要就是说 希望能够在演练对可以万一 以防万一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好应付 那希望老天爷也帮帮我们 让我们住在这里的人都平安健康 因为我们大湖区就是在大湖公园的旁边的一个里 那我们大湖区基本上也长期受到这个水的一个威胁 所以我们里面自己有成立一个自主防灾队 所以今天是一个防灾的演练 当然我们要来参与了解说整个这个防灾的过程的一个程序 避难的也好还是收容的部分 一个怎么样一个程序 让我们的防灾队的成员也都能够了解这个部分 将来才有办法说来协助一些受灾的民众来做收容 做一些防灾的部分这样子 而我们内湖最近的防灾公园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大湖公园 那当然这个观念在现在的极端气候底下 那我们是需要一个人都要具备 那如果可能只有我们少部分人 可能专业的人知道的话我想是不足够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每位民众 每位民众都能够确实的知道我们要避难的时候 我们要遇到灾情的时候如何正确应对 当地震的时候学校会先到操场空旷地方来避难 那至于说要不要来这边避难的话 基本上还是以学校为优先 老师看得到为优先 除了说小朋友这时候已经放学回家 那当然就是由家长来带着小孩 然后再听从里长的指挥 再决定要不要过来这边 还是到学校本身的收容所 这个每年因为公务人员人事更迭 但是对我们社区最重要的就是 防灾的这个观念跟意识 这些动作应该要借着一次一次的演练 让我们的社区居民有起重要的是 我们里长办公室他们能够共同参理 才能够知道真的万里万里万里 有什么大的这个地震 或者什么大的洪灾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处所 我们要怎么样因应 这整个一个灾难 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的生命 财产安全 这个防患未然非常重要 那就靠各位平常的演练 非常感谢我们市府各单位的同仁 这个不辞辛劳 为我们市民在服务在做准备 那今天也有很多我们参与的里长 还有我们的可爱的里民们 这场防灾观摩用导览的方式进行 各单位也利用机会宣导展示 与救灾避难相关的内容 这个是很好攜带 随时就是15公斤提着就可以走了 那如果说要整批的送也是很好 因为它是可以这样折叠折叠 一车就这样整个可以出去 那像这个毛毯呢 是70支的宝特瓶制造出来的 如果说有灾害很方便 如果是冬天给人家盖 像我们的那个消防队员 他们有时候去救灾的时候 像之前这个飞机在那个 我们的这个什么河 机动河那边是不是 他们上来不是都是很湿吗 都很冷 那我们就是有这个毛毯 赶快给他们先保暖 在不管哪一个区域 那个水有时候都是污染的 所以我们就会有清水的地方 不管不用热开水 只要白开水 然后有碗 然后就泡一杯 然后就带时间长一点 它就可以当做白饭吃 那我们今天大家来参加的是 一个防灾的演练 那如果说真的发生灾害的时候 房子有倒塌 或者其他的什么任何问题 有税捐上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寻找纳保官的协助 因为我们纳保法里面 有设置了一个纳保官 那有任何的争议 或者是疑问的话 我们可以寻求纳保官的协助 那税捐基增法 在去年12月的时候 也有修正了 那修正 我们比较常知道的 就是每域两天加增1% 就是缴纳期限借满 如果还没有缴的话 那要加增自纳金 以前是每域两天 加增1%的自纳金 那从去年12月开始 等于说从今年1月1号开始 那每域3日 再加增1%的自纳金 所以那个自纳金的征收 最多到10% 那以前是征收到15% 这场防灾公园的 教学观摩活动 内湖区公所结合各单位 动员超过200位人力 希望防患于未然 透过实地演练与观摩 不断强化灾害的防救应变能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家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件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等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件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 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 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没想到 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 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接合时下流行游戏 与加密货币概念 增加游戏优因 同时让民众玩游戏多走路 减少交通工具使用 达到环保效益 支持环保署 举办空品知识 行动与创意竞赛高中组 特优的作品 大专组则是以食品业者 消费者 政府等不同角色 融入餐饮业油烟等相关政策 延伸各种情境与影响 宣导空品相关知识 游戏内容丰富 同时关注议题 所以这次我们的参赛作品就是 希望可以用游戏跟环境 的environment 就是合并起来让小朋友们 就是能多学习环境 跟以后长大 就是unconsciously help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同时我们也是有 引入区块链的技术 就是在北美洲 现在很盛行的一个优势 来放进我们的游戏 来引发台灣的年轻人 接触新的东西 我们发现在台湾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在开车 我们的简报有讲到说 台湾有大概2200万的车辆 也大约是全台湾 每一个人都有一台车 所以我们想要减少人们开车 也就是来让人玩我们的游戏 可以多走路 他们就没有再开车了 我们是来自彰化师班大学地理学系的学生 今年我们刚好二度参赛 以桌游强势回归 今天很荣幸获得大专组的特优 我们觉得其实在过程中最困难的是 如何修正如何调整 刚好遇到很棒的伙伴 让我们一起行动 一起落实这些理念 也很荣幸可以来这边参加班奖典礼 然后也很感谢评室们的肯定跟期待 还有队友们的努力 这样感谢 我们的作品是透过食 就是饮食消费行动去进行的桌游设计 然后主要是用各种的权益关系人 然后进行一些角色的竞争合作的关系 并且透过卡牌跟一些点数的换算 让角色跟玩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 体验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行动 然后如何一起去共同正视空气品质的问题 然后大概是我们桌游的基本构想 像是在地的餐食店家 我们就可能设计环保团体 去针对空污进行一些游行或是劝说 又或者是具有强制力的政府 来进行一些法规的调整 像是加强摊贩集中区的油烟管制 或者是落实一些 像是油烟集中处理 或者是改善空气品质的一些策略或法规 是我们会融入桌游的卡牌设计里面的 另外也有学生自行编排创意舞蹈 动作设计连接空气污染减量方式 让民众以后看到舞蹈都能发挥联想 进而实践环保生活 那环保署办这个活动 我想大家都清楚 空气品质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才能够来改善 绝对不是说只有政府机关 因为你可以知道 我们从食衣住行娱乐 甚至到民属的活动 都会跟空气有关 对不对 大家的这个经浅里面可能也有提到 那过去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所谓的自虐性的风险 比如说你知道烧金子会造成空气污染 但有的人就是因为 即使他知道空气外 他还是继续烧金子 那有的人知道说 臭烟也太健康 他还是继续臭烟 这个就是自虐性的风险 但是有一些呢 对自虐性的风险 就要求你一定要做到0风险 这是我们的 我们只要有人类 只要有空洞 就一定会忽然的害怕 但是我们要把空间里的指导 我们可以接受的风险 因为不可能说 所有的污染物全部被打掉 那是不太好 所以怎么样在经济有效 成本的考量下 做到无能 可以接受两个例子的情况 来做这个考量 所以通过这个活动 也让很多的 我们在座的学生 在比赛过程里面 需要去收集资料 也需要跟老师讨论 那这个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资料收集 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了解了很多 我们空间里面有关的名词 甚至我们推动的政策等等 可能都透过这样子的 比赛过程去了解 在多年前一开始 大家可能都只有管PM10 然后后来呢 管到PM2.5 PM2.5 当然有人就跟我讲 说 萌萌议会有人一元在咨询 環保局长 说你管那个下午2.8 要干什么 PM2.5 你说你就是管下午2.8 要做什么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的就是 即使空气污染的 空气品质的这个知识 一直在演技 一直在成长 那有很多 可能过去没有听过的名字 后续呢 也会陆陆续的再出现 那这些呢 都需要我们透过宣讨 跟民众去讲清楚 那哪些是对人体健康 是有危害的 那要怎么样避免这个危害 那在政府机关 跟民间社团 跟民众之间 你们到底怎么再努力 把整个空气品质做一个改善 上一年来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活动 所以今年MN就是邀请我来 就参加 我就是感觉很佩服 因为就是环保署 让我们这些小朋友 有这种机会 能多学习环境 跟制造一些不同的方法 来 那个十二个 十一住行娱乐 十一住行娱乐 对 好来学习怎么就是 用不同游戏 或者就是音乐那些来 就是广播这个重要的环境 我是觉得这个竞赛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的 很多台湾的小朋友们都可以 有一个机会 可以讲出他们的意见 来进步台湾的空气污染 因为我们也知道 台湾的年轻人也是最有想法的 会帮助那些长辈 来想出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法 因为我们刚好读的科系是地理学系 地理学系本来就是一个探讨人 跟环境之间矛盾问题的一个学科 然后刚好我们的学科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我们就可以去应用生活中所见所闻 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并且透过我们的学科去解决 改善这个问题 竞赛以日常生活面向为主轴 共有高中组15队 大专组17队报名参加 鼓励青年学子以不同事业 团队合作来参与比赛 从中学习及运用 甚至推广至周围人 一同来关心空瓶响应禁令旅生活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 画面现场是玉城街140项 原本是老旧杂乱的后像 在万福里里长林建华的争取下 已经完成后像美化工程 首度结合市府的城市美学规划 在水泥铺面压上了花纹并上色 让后像摇身一变 变成城市中一处美丽 可以散步停留的空间 而施工过程中 里长也特别协调 克服了许多问题 让后像的环境焕然一新 同时也解决了环境卫生问题 这个是在玉城街140项 这原来是一条比它老旧的 因为两边都是老旧的房子 房偶像比它杂乱 那里办公室这边就协调致户 把冷气一致性调高 那我们也请卫工处 因为这边卫生下水道是左这条 所以金费是由卫工处来施作 但是再挖开以后 我们才发现说 这边的瓦斯馆非常老旧 所以要把瓦斯馆全部都更新 那未来我们里办公室 会在这个立面的墙壁 做立美化 还有旁边整条后巷来做立美化 也达到我们台北市政府要求的后巷美协 城市美协 我们希望每一条防火巷都是非常干净 里民不要去占用 因为它防火巷还是有它防火的功能 逃生功能 所以不要堆放杂乱的东西 所以里办公室在协调致户的时候 也虽然也遇到一些困难 不过也感谢里民非常配合 后巷改善之后 对环境是非常有改善 因为当时我们也请卫工处 把所有的水沟全部更新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 以前水沟是没有盖的 现在是整个溢柱 所以只留排水孔而已 所以整条防火巷就变大了 而且也比以前干净的多了 另外里长也很关心交通与行人安全 配合市府在同德路上 行人频繁通行的重要路口 试办画设彩色标记行川线 希望提醒经过的车辆慢行 维护行人安全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新公处 目前在推广 这个重要的实质路口 因为这边 因为刚好是晚上热热车停放的地方 所以行人穿越非常多 所以现在新市的行人实质路口 都画这种 目前在推广这个 加强开车人的一个警示作用 那里面看了也觉得非常新奇 这个事实上也有它的效果 大家看到这种斑马线就表示行人非常多 应该 车试应该要减慢 让行人优先来通过 因为这个地点离红绿灯比较近 所以它不能设置红绿灯 所以只能在现有的 但是新人穿越线上面 我们在加强它的警示作用 目前看起来是效果相当的良好 对 我刚开始的时候 通常人家看到人家都会觉得 哇 好特别喔 很与众不同 然后这样就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就会发现说 这个路口跟一般的路口是不一样的 对 这是离场的idea吗 没有 是这种目前在推的 我觉得这个 重要的十字路口都要 这样很好 这样很好 因为这个地方还蛮长有一些那种状况 对 因为它刚好这个交叉路口 有的人都会没注意 就测试冲得很快这样子 那这样子它不同的造型 刚好提醒用路人说 他会发现这边跟一般的路口是不一样 对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 行人比较平凡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有做到警示的 有有 让它抽出 我觉得有达到那个效果 有效果 因为还有人曾经有说 诶 现在有立体的那个斑马线 对 所以这个171里 我们目前是示范的 在万福里做示范的 非常好 非常做得很棒 谢谢 对啊 很用心啊 里长关心基层大小事 透过基础建设一点一滴的完成 希望不断提升万福里里民的 各项生活品质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台北市立美术馆最新展览 在夹缝中行走 由馆内资深策展人张芳伟策画 邀集1960年代以后 29位横跨数个世代的台湾与国际艺术家 展出60多件包含平面绘画 实验水墨 动力装置 行为表演 雕塑 录像及相关文物等多元媒材作品 并与相关文物和研究文件展开多层次的对话 试图将观看与阅读的路径融合成行走中的展览体验 我想这一次北美馆在夹缝中行走的展览 就是有非常多台湾跟国际的作品 那蛮有趣的是 它充分的表现在当代艺术里面 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观念这件事情 如何透过作品艺术家 他们想要谈的观念去指涉 我们生存里面的很多的状态 那它就是通常在当代艺术里面去表现观念性 跟议题性的这个内容 但是每一个艺术家 他的表现的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欢迎来北美馆看我们的展览 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重要 它就是在它的主要的标题上 就是在夹缝中行走 是在疫情之后以行走这个简单的行为 作为启动式 然后跟那个平常的行为连结在一起的一个概念 那我希望集结非常多多元的跨年代 跟跨时代的作品 以及不同媒材的展现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一期 我觉得这个展览比较重要的是 它不是横向发展的 它比较是从行为一直 然后就是馆长刚刚讲的概念 一直发展到所谓的叙事的线性 整个展览是各种不同的线条跟缝隙 跟距离所拉扯 跟组织起来的 靠观众来观赏 才能够完成的一个展览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展览主题以行走作为概念起始 开启各呈现性的想象 并以在夹缝中行走作为当代生存近况的隐喻 其中夹缝也暗示事物之间 面对困境的对策与可能性 在后疫情时代下 邀请观者跟着这条隐形的路径 一同尽心想象宇宙生灭的轮回 与生活目标的追寻 那开始筹备展览的时候 是疫情推动了展览的发展 初中是希望策划一项 回应疫情的群展 展览的比较轻盈 而且作品的混合性比较高 期望能带给观众 一个舒心的展览漫游 那展览也希望能在 目前流行的展览类像上 提出另外的可能性 展览以步行或行走 作为行动的意象 跟它的隐喻 而且以在夹缝中行走 隐喻当下生存环境的举步维艰 期望与观众在多重城市上对话 将主题在多元面向延展开来 因为展览的混合性 与垂直发展的向度跟垮距都比较大 当我向常家们借鉴的时候 几乎每位收藏家都希望去进一步理解 展览的概念跟我们想要借的 藏品之间的关系 对我个人而言 这是个非常有趣 而令人幸福的状况 展览的对话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展览是一个集合众人智慧 跟热情投入的集体展现 是一路走来集结 这项展览有缘的人的艺术与生命能量集结 要感谢的人很多 那最先要感谢所有的参展艺术家 他们的热情参与 虽然今天能在场的艺术家有限 但是在疫情仍然持续 跟全世界局势动弹之下 已经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参与 那这项集结28组 台湾与国际艺术家的展览 最年长的艺术家Fontana 出生于1899年 那他没有办法在现场 那他最年轻的艺术家Ni Hao 出生在1989年 今年33岁 那中间差了90年 展览尝试混合不同年代的作品 以展览所发展的概念 贯穿展览 使各项作品互相连结 产生新的脉络关系跟意涵 是这项策划展的 期望的重要特质 有很多条线 但是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非常早 我们就确定Fontana 就是我们的那个 Fontana的那间典场 会是一个破题的展览 那还有就是在夹缝中行走 行走是最先出现的一个议题 那这个主题其实是跟疫情有关的 也跟我个人的经验有关 而且我看大家所有的经验 因为大家在疫情底下 前两年比较没有办法去健身房 大家会在户外运动 而且是空旷的地方运动 会维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那所以行走的这部分 真的是跟疫情有关 但是在80年代 六七八零年代 在整个全球的艺术发展里面 行走作为艺术的行为跟意念 其实是在艺术史里面 是有这一块的 像Richard Long 因为我是以前在英国念书 所以我想他的作品 说不定有深深印在我的头脑 那我有可能也想借那件作品 但是我们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他其实是从两个部分 然后再从我希望能够找出台湾的 找出几个台湾当代的艺术家 他们能够回应这个主题 那其实夹缝跟距离 跟缝隙是有关的 事物跟事物之间 就会有很多的缝隙 所以我们认为 就是起先夹缝其实是被止压的空间 但是你可以一想就是说 夹缝本身不一定只有被止压 它同时也是一个被挤压出来的生存空间 我们也可以讲 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在某一种夹缝里面 那是一种说法 而不一定说你要演出一出非常说明性的夹缝 才叫夹缝 就是它的之间的距离 从所谓的台湾海峽的距离 一直到缝隙跟缝隙之间的距离 它都是距离 而我觉得距离跟行走的概念 是很深的扣合在一起的 这是夹缝在这个展里面 所占的比较多的成本的概念 在夹缝中行走特展即日起至2023年1月8号 于台北市立美术馆二楼展出 展览期间将举办多场艺术漫游活动 相关展览讯息及活动报名 请上北美馆官网或追踪北美馆脸书粉丝专页关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箭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豐富奖励能力来拿 想请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箭简张QR Code 没有台词 光靠纸箱等简单道具 加上表演者丰富的肢体演出 就让小朋友看得津津有味 为了让艺术教育向下扎根 金融市文化局今年邀请 反面穿舞蹈剧场到中山幼儿园 及仁爱与软软妇幼三所学校演出 金融市展览唱特别到软软妇幼 陪小朋友一起观看改编制经典漫画 史努比与查理布朗里的角色 奈勒斯的小臭背故事 我们非常重视 这个我们重视小朋友的文化跟艺术的教育 所以在六七年前 我们就开始进行所谓的艺术箱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在分成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我们会进到社区 比如说我们会在这个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全部通通都到这个大的剧院去看表演 那另外呢我们也跟文化局 教育处跟文化局合作 让这个教育能够进到校园里面 那现在是向下扎根 也进到幼儿园 所以今天的这个表演活动 非常的特别 你看它都没有任何的台词 只有肢体的一个动作 然后让小朋友用最原始的一种 让这个武感去理解或者去体会表演者到底在传递什么讯息 或者传递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语言 这个是我们一个艺术扎根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所以今天你看小朋友 其实最小的只有两三岁 然后最大的也只有五六岁而已 所以但是小朋友看的都非常的一个专注 我觉得这是把文化跟艺术 扎入小朋友的心理 让他们了解到文化跟艺术 其实跟生活是完全没有距离 积极邀请艺文团体深入地方的立法人蔡世英也透露 年底还会有多场亲子剧团到社区演出 艺术教育扎根也是她未来推动的重点 从我有机会担任公子以来 我们其实努力在推动艺术向下扎根 例如说我直接多年的推动小新华儿童剧团 在基隆市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那每年其实都有在做 那虽然因为疫情稍微延缓了一点 但是这个事情是我们一直努力在推动的 那我也发现到基隆市的市民对于亲子剧团 非常的喜爱 那亲子剧团过去不容易进到我们的基隆市里面来 那过去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 已经出来了 那我觉得除了到学校之外 到社区的表演 仍然是我重要推动 而且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说我未来会把这个列为重点 那其实在我们今年年底 也有几场的亲子剧团 会继续来基隆来表演 像我刚刚提到的儿童剧团 像小青蛙剧团 他们也有表达有意愿再来基隆表演 那我会来继续来揭揭他们 基隆市华局长陈建平表示 出了三场到幼儿园的戏剧演出 基隆市国乐团从10月起 也将到基隆市五所国小巡演 12月则将与教育处合作 办理艺术教育剧场 邀请全市国小四五年级学童 到演艺厅欣赏全新制作的戏剧演出 让艺术教育陪伴每个孩子快乐成长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在立法人蔡司英见证下 载水公司代表与社区管会主委进行签约 金融市中山区富都新城社区 40年来漏水问题终于有解 让当地中和里长及社区管会主委相当感激 以前富多经常流水 经常叫我们立法庭去看 大家都收入水 水公司很多钱 这次都花了很多钱 来到蔡司英秘书 蔡司英立法委员 还有张平君议员 都过来到看 到现在两年多来有一个生肖 我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然后特别感谢蔡司英服务处 然后跟张平君博士这边的协同 然后在这两三年的时间 跟着我们一起讨论开会决议 然后一直帮我们想办法去 处理这个水质跟高地供水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感谢 不过要达成这项成果可不容易 立法人蔡司英回忆两年多来 光是举办会刊协调就不下十次 而在大家同心协力沟通整合下 终于解决富都新城的用水问题 我当初非常感谢里长 跟我们张平娟张议员 帮忙把这个社区管理会的意见把它整合起来 那接下来后来在这个分配款的部分 我们也帮忙来协助 所以后来富都新城的相关的 这样的他们把他们的这个预算 他们的配额款整理完毕之后 那事实上钢匙的预算因为不大足 所以我们也特别请水公司 重新再检视整个案子 高地供水的案子 能不能做更有效的一个检讨 那也感谢水公司最后重新检讨出一个金额之后 那也跟富都新城这个地方的住户 達成了一定的共识 所以今天来这边做一个见证签约的仪式 其实我跟蔬菜里长都相当的欣慰 因为这四十几年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两个的努力下 并藉由蔡世英立委的协助 总算可以一次性把它解决的 这我相信我们未来的居民再也不怕有漏水的问题 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我们富都新城 他们经过我们行政院的高地供水专案 能够让他们社区整个自来水管线更新 在正式签约后 自来水第一区管理处方面表示 今年度会完成发包作业 预计最晚明年初进行施工 将台湾一公里长的输水管线及抽水机更新 工程经费约2500万元 包括台湾管线大概一公里 我们将原来的塑胶管改成原性铸铁管 包括整个水池做改善 还有会把抽水机的部分更新 除了完成签约的富都新城社区 蔡世英透露 今年度还有两三个社区表达高度的意愿 他会持续协助争取 足以解决基隆高地社区供水问题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币沙鱼港提防旁 三名人员停留在岸边 岸上一名女子负责指挥 两名同伙划着橡皮艇来到海上 没想到下一秒 女子手拿宝特瓶就往水里乱丢 接着后退找角度架设手机进行拍摄 而小艇上的人迅速上前打捞垃圾 我是有看到他们来清漏寿 你有看过 好像他们一来就好像四个来一直走 民众影片拍摄地点是在基隆的必杀鱼港 港口的清洁工作 是由基隆市政府委外来处理 但现在却传出厂商疑似自导自言 这是他们个人行为 不是我们老板这样子 他们我今天讲 我们背黑锅背的够多了 必杀鱼港假日总是吸引不少游客 到基隆与登岛也是从这里出发 但海面上出现不少漂浮垃圾 影响市容观瞻 政府委外包商进行清洁工作 但没想到现在却传出了负面印象 有民众拍摄到有人将垃圾丢到我们必杀鱼港里面 针对这个行为我们有先做初步调查 那这个行为人疑似是我们清洁厂商所雇用的人员 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会先针对行为依据鱼港法 裁罚三到四五万元 另外我们现在也在调查 这样的行为是厂商的计划还是个人行为 那如果是厂商的计划 那我们会回到合约去做办理 那如果情节严重属失 那最终我们会跟厂商来做解约 并办理相关的求偿 究竟是厂商的计划还是员工的个人行为 都还要在调查 不过这个举动不仅破坏水上的生态 还可能涉行到榨领公堂 政府强调将会在慎重的调查理清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林又昌在基隆市议会进行任内最后一次市长施政总报告 也希望市长参选人可以听他的报告内容 而要参选下届基隆市长的现任市议员陈维仲在现场听讲后质询 对于林又昌谈到八年市政上创造了基隆障碍 让他感到不理解 市政总报告里面我只听到市长还是再一次的强调说 这八年来所呈现的基隆所呈现的市长的政绩 还有在城市保安会里面浓缩了这些意涵 是其他城市的指标跟模范 而且也让其他的城市感受到基隆的障碍 但我其实真的很想问 市长你为什么要创造障碍呢 每一个市长都应该是在这里颁开障碍的人 然后来成为这座城市要前进未来的垫脚石 和下一位的领导者创造更好的环境 然后来带领基隆人继续朝向让每一个人 可以好好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目标来前进 所以我觉得说作为一个其实希望人要来接任的市长参选人 我认为市长放了非常多的亮点建设 却留下了太多你没有办法好好解决的障碍 市长林又昌达宣史解释障碍指的是标准 成为中议员这样子的诠释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并不是我制造障碍 所谓的障碍的意思是别人讲说现在有基隆障碍 为什么现在有基隆障碍呢 是因为基隆现在的成果还有现在我们的标准高了 高的时候这个人家要超越 超越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障碍是这样的意思 并不是市政府或者是我个人去创造障碍 没有人要去创造障碍这个障碍指的是标准 陈维仲肯定林又昌八年来确实有很多建设 不过像是台电要在外幕山 新建第四天然气接收站方案 可能选择在基隆港港嘴 可能要赔掉天南海岸生态和港务发展 甚至是赔掉市长花了很多时间 推动的建设和观光发展 但是多年来都没有听到市政府想要具体解决这样的障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